今天輪椅行山 和大家一起去大埔小八路湖 這個湖旁邊 有一座歐陸建築特色的小八路餐廳 未去之前 都會經過大埔套路港的單車景 可以沿途欣賞套路港的無敵海景 我亦會去大埔鐵路碼頭 事不宜遲 我們由大埔區火車站出發 火車站B出口 沿著單車景 便會來到港幅村旁邊的單車景 大約5至7分鐘便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是雲福縣 我們前面留意這座高速公路的橋底 左手邊就是遠洲際公園 這裡有一個無障的洗手間 去完洗手間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大埔套路港的單車景 這個單車景 星期日便會比較多人 如果我們輪椅朋友 可以選擇的走一旅便會比較好 走到沒有多遠 便會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無敵海景 今天天氣非常好 有些樹蔭非常舒服 這條路段大概是3.2公里 單程 如果來回便是6.5公里 對於一般電動輪椅來說 沒有什麼難度 手推輪椅是非常適合的 如果可以和家人來 便更加最好 家人便會踩一部單車 我們也拿著布典和運輪椅 這樣便會很開心 可以玩了一天 旁邊很遠的沙門仔和八仙嶺 都看到 今天天氣非常好 連這個很遠的馬鞍山 我們都看到 前面這個方向 一直去科學園和沙田 講開這條路段 十幾年前 我記得和一些會員 在大衛單車徑 一路開進來 經科學園和大埔 再進去大尾督燒夜食 結束了 有些會員 還開了一部車 去新娘潭 綠頸 最後 再去粉嶺火車站 全程三十幾四十公里 真是說你都不信 只是大衛去到大尾督 都二十二公里 那時候 剛剛輪椅興 裝鋰電池 沒有鋰電池的會員 又怎樣呢 揹著柴油發電機 在後面 一路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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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叫博士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來到這裏 就是大埔鐵路碼頭 我們從高空望去 看到碼頭離開 岸邊很遠 我們走出去 就有一個 置身於一個 海中心的感覺 你看到兩邊 離水都很近 這個碼頭的特色就是 可以走得很遠 你看到四周圍都 視野很寬闊 對面就是八仙嶺 三龍仔 右手邊那邊就是馬鞍山 好 我們離開一會 之後繼續向小白露湖出發 其實繼續向前走 向著這個科學園 大學站那邊進發 有些人就會問 其實可不可以 由科學園 大學站那邊 沿著這個單車徑 一路過來 這個小白露湖 其實是可以的 完全沒有問題的 希望我們下次 搞這個行山活動 都搞一次 由大學站 那邊出發過來這邊 看看怎樣 走到這裡 大家就要留意 如果我們在前面 大學站那邊 過到來 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艇就是 這個艇就是 我們轉去小白露湖 高空看下來 就是沿岸 這個高速公路橋底下 穿到右手邊 這個小白露湖 我們沿著海邊 一路穿到橋底 如果真的有大學站 那邊一直沿著單車徑 科學園過來 大概是5.5公里 一個小時 不過其實也很好走的 因為沿途也是單車徑 這裏就是我們在高空拍下來 如何穿過橋底 這裏就是小白露湖 附近有很多紅樹林 也有些小白露漆 我們只是沿著一條路 就不會走錯 因為它是一條路 直去小白露湖 講到剛才說 如果我們想下次再搞一個行山活動 我希望這段影片出街的時候 我們就舉辦多一次 由這個大學站出發 過來這個小白露湖 會員還建議 說完了小白露湖 就再去大埔 開街市的大白檔 一起吃飯 希望這個疫情快點過了 我們就實現這個夢想 來到這裏 我們又要上路面 那天真的這麼不幸 有兩部電單車 阻礙著那條行人路 本來我們就轉左走到前面 三十多米左右 那已經是小白露湖 但是沒有辦法 我唯有在附近 找了兩塊木板 然後下馬路 繼續向前走 其實走到沒有多遠 就是這個小白露餐廳 正是一條小白露湖 右上邊那一座 就是 我們不進去住 我們就去到湖的另一邊 先去湖的另一邊 你看到湖上高 就有很多水上活動 的東西玩 水上單車 一些小船 如果和家人來,家人都可以去內環 不過我看到浮橋,輪椅都應該可以落到 當然是首推輪椅 不過我們沒事,如果其他朋友往後有機會來試 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活動中心 以前老的,我都曾經來搞過的 十幾年前 不過現在就不見到有可以給學校申請 我們來到湖的另外一邊 看到一個無敵的領景 水很清潔 其實呢,來這裡 都可以野餐都可以 有些樹蔭在這裡 因為對面那間小博路餐廳 我看他網上的餐牌 真的都非常之用 他百多元的炸魚薯條 另外中式酒樓那邊 就是六七十元一個點心 不過現在拍了消費券 大家如果覺得可以的 就不妨可以來試一下 那我們就出回去小博路餐廳 旁邊有很多這些打卡店 這間餐廳都是有無障礙設施的 那都方便我們進去 不過當日我們來到 就沒有位 因為呢,原來他 全部都要在網上高部位 那下次如果大家 進去看過有什麼環境 可以告訴我 不過在網上的資料 看到他裡面 很多都是無障礙設施的 那也很方便 那當然來到這個餐廳 最主要就是看他的景 好了,這次我們這段影片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